我们的城市正在发展壮大,这真是一件好事情。市政府为确保平等的发展,一直在不懈努力中。 在2014年,市长和市议会召集了众多社区领导人,以市民的负担能力为重点,为西雅图市的发展规划蓝图。 经过多个月的努力工作,经济试用型住房建设计划诞生了。 该计划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新建2万套经济试用型住房。 经济试用型住房建设计划是什么呢?为房屋租客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市政府强化了相关的法律,以保护租客们,让他们不要生活在不合标准条件的住房里。 我们对于租赁房屋相关的投诉,正在进行更多的调查,以促进住房条件的改善。 租客们不会再因为租金的来源而受到歧视。 现在,房东不可以因为房客使用社会保险金、儿童抚养费或残疾人抚恤金来交付房租而歧视他们。 租客们因此有了更多的住房选择。 那么,经济试用型住房建设计划还包括其他什么呢? 建设更多的经济试用型的住房。 在过去的30年中,为最有需求的民众建房的关键是房产税的征收。 经济试用型住房建设计划要求房产税的征收金额增加一倍,而对此,选民们已经投票通过。 由于此项投资,我们的城市已经开始建立更多的经济试用型住房。 通过对市中心地区新的规划和开发,市政府创立了新的社区福利项目和经济试用型住房。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利用城市发展的增长,我们还扩大了现有项目的范围。 从前只是在某一些社区新建的楼群里才有连租经济型房屋,而现在连租经济型房屋已经在很多的区域里被建立了起来。 我们首次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强制规定。 要求新的建筑提供经济试用型住房,此项目将在未来十年内增加6000套经济试用型住房。 经济试用型住房建设计划的宗旨是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平等和让民众更能负担得起住房。 虽然日后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感谢您对经济试用型住房建设计划的支持。 它的成功实施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多的经济适用住房,令我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